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白问 防水测试呢 相信大家已经看过不少了 不过大部分呢 都是在常温的水下 而用沸腾的水气性防水性测试呢 这个很多小伙伴还没见过 今天白问就跟大家分享一个 国外女机狂魔的废水测试 除了废水测试呢 这哥们儿还做了什么高空跌落啊 鳄鱼的咬力测试啊 如果你有兴趣 可以在我们白问的微信公众号回复 暴力测试或许查看 将iPhone 7 Plus和三星S8 Plus放入废水中 煮5分钟 三星S8 Plus和iPhone 7 Plus两者都支持防水防尘 只不过是级别不同 S8呢 是支持IP68级别的防水防尘 而7 Plus呢 是IP67略低 这里小白要科普一下 首位数字呢 代表的是防尘级别 大小范围0到6 末位数字呢 代表是防水级别 大小范围0到8 这个关键时刻呢 这个防水确实能够救你手机的命啊 这两部手机是否都完好无损呢 咬出这两部手机长按电影键 三星S8开机滑动屏幕没有问题 而长安iPhone的电影键呢 完全没有反应 长安home键加电影键呢 也没有任何反应 看来这个iPhone的已经是完全坏掉了 还是挺可惜的 不过没关系 反正也不是你的 OK 今天就聊到这儿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白问每天一个有趣有料的科技小视频 每天我在这等你 我是小白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